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 這個劇本 出來了以後是不是能夠呈現呢 其實這個是第二個階段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邀請了 公視跟華視 開始來進入 這個整個拍攝的過程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 報名的時候提供 3000到5000字的一個大綱 就有機會 成為入選初選的 10名以內 獎金上看152萬元 國人導演來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 他是真的是國際級的大導演 那他來台灣如果拍馬街的話 在台灣的電影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盛大的盛世 我覺得這個非常有意義 當寶如跟我講的時候 我其實是心裡是不太相信 因為這麼大的導演來台灣拍電影 而且拍台灣的電影 有點匪夷所思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然後一直看到 羅蘭導演的那個VCR 他自己錄的 我就非常的興奮 這其實是台灣電影 一個非常盛大的一個 了不起的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我如果有 有榮幸能夠參與 任何一點小小的部分 都是我最大的光榮 這是一個國際舞台的電影 六千萬美金 這個製作是完全是好萊塢等級的製作 我就是打雜的部分 有什麼需要我呢 因為我覺得這個戲 我實在是幫不上太多的忙 我的戲錄我是拍喜劇的 我跟這個也完全不搭咖 但是我覺得這是台灣人的一個榮耀 能夠有這個機會參與 就算我去幫他現場吼一吼做副導演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 劇本上我出一些主意的 我都非常願意 也非常的光榮 對 我監製一部電影叫《小子》 《小子》就是陳皓生 他其實跟大沛有一部 六月要開拍的電影 你最近有收到一些你有效果嗎 有啊 就一直演到現在 他的原名叫《小子南產》 後來就南產了兩年 我就把《南產》拿掉 就現在要開了 終於 可是最近又有疫情生 對啊 很頭痛啊 沒辦法 已經演太久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覺得不是我 是所有的電影影視圈 都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還是盡力在做 希望能度過難關 還講到那個是演兩年 演了兩年 對 演到今年 對 演到今年 這個疫情 沒完沒了 我本來想疫情走了就好了 哇 兩年看起來還走不掉 那只有跟他共存 對對 跟他拚了 我打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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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